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九窝去科普》,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威震华夏的关羽,竟然在凡城之战中失败了。 威震华夏的关羽,竟然在凡城之战中失败了。 凡城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和东吴之间的一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蜀汉中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关羽,以其勇猛和致谋,在战场上创造了许多惊人的壮举,成为后人传颂的英雄。 尽管曹操的谋视贾许妙及攻心,让关羽悟性流言,最终被东吴军等先后攻破,但是他在此战中的表现,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 在凡城之战的过程中,关羽展现出了他不凡的英雄气质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些特质让人们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佩和信任。 然来,凡城之战尽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凡城之战是三国历史上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让威震华夏的关羽竟然有失败的一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一起探讨其中的历史故事和趣闻。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此次战役的背景。 凡城之战的时间是公元219年,那时候曹操已经死去,孙权垂掉江东,刘备泽正在南征北战。 在这个背景下,关羽率领大军攻打凡城,但却遭到了失败。 造成这个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羽过于自信,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关羽觉得自己所率领的大军,一定可以轻易地攻下凡城。 因此,他没有做好足够的侦查工作,也没有准备好充足的军资和补给。 这让他的部队夜以继日地前进,长时间处于粮草不济的状态下,导致了部队的疲劳和士气的下降。 其次,是关羽的军事策略存在问题。 据历史记载,关羽在攻打凡城时,采用了为未救赵的战术。 这种战术的核心理念是,用少量的兵力去围攻凡城,然后通过采取各种方法来耗尽城中的曹军,让他们主动向敌方投降。 这个策略看似完美,但是关羽没有考虑到敌人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没有考虑到各种意外因素的可能性。 这就导致了他的部队出现伤亡,无法取得胜利。 最后,是关羽缺乏有力的支持。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关羽为了攻打凡城,一路上就没有得到过其他诸侯的帮助,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后勤保障。 这让他的部队在战斗中时时刻刻面临着缺少弹药和粮食等危机。 很难保证战斗的连续性和持续性,尽管有这些失败的原因,但是关羽在凡城之战中的表现,仍然让人叹为观止。 在凡城之战最后的时刻,他宁愿毅然决然选择了放弃自己的儿子,转而去拯救普通士兵。 这一举动更是让关羽成为了后世军事将领学习的楷模,并被人们称为不是之功臣的代表。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一场战役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次战役来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关羽,他并非无坚不摧的武将,而是在历经磨难和失败之后,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人物。 这也提醒我们应该在面对失败和困难时,保持勇气和坚持,发扬关羽那种放弃小我的牺牲,去坚持自己的信念。 在凡城之战前,关羽已经协助刘备攻破了荆州,将其打下后,关羽推荐魏言为荆州刺史,而自己则主动请应向刘备请战,以其为汉中之战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羽的用心良苦,得到了刘备的赞赏,并允许他离开荆州前往汉中。 没想到,或许是这场大战太过于惊心动魄,关羽误信刘备,以为曹操已经攻陷荆州,而自己的家人也遭到了曹操的迫害。 关羽在归途中,遇到了魏言,魏言劝他返家,关羽却说,我现在想要的是去荆州帮助我家人,担任荆州刺史,在卸任后便归隆中,魏言知道关羽没有得到刘备的同意,于是劝他先回去请示。 但是,关羽虽然心有不甘,还是同意了,在凡城之战中,关羽以其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带领着联军取得了胜利。 然来,在这场战斗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水源和粮草问题,而这正是关羽在战斗初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对于这个问题,他感到非常烦恼并且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他毅然决然地派出骑兵队伍去探索水源,这很明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水源锻炼。 其次,他开始组织士兵采集粮食和草料,并且在大量的葬粮之处储存。 最后,他还采取了将战马方规以外的策略,保证了战马的实物来源。 然来,这些措施不仅得到了信任和尊重,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接下来,与关羽联军的敌方步步紧逼,从而整个联军的粮草进入了危险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关羽再次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军事天赋。 他决定采取出旗帜圣的策略,反复折腾敌军的步伐,逼迫他们的粮草支援军也暴露在无法逃脱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关羽一直在细心地分析敌人的思路和行动, 并迅速地做出了反应。 最终,他以出乎意料的巧妙策略成功地搬运了大量的粮草, 并让敌人陷入不得不撤退的处境,从而用胜利证明了他卓越的智慧与勇气。 然来,凡城之战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联军的组织和管理有很多混乱和矛盾。 其次,长期缺乏水源和粮草的储备使得联军的功亏一溃。 第三,关羽在此战中的成功虽然彰显了他卓越的英雄气概和军事才能, 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短板和部族,并且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加以改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羽应该首先开始进行组织和管理的调整。 他应该成立一个更加有效的指挥部,确保军队行动的协调性, 并且加强军队士气的统一。 其次,他应该注意储备水源和粮草,并采取有效的储备策略,以应对潜在的困难。 第三,他应该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优化指挥部和士兵的基本技能和战斗技巧,以提高战斗力。 当然,在接下来的凡城之战中,关羽也面临着不少的新挑战。 例如,他的军队可能会遭受到更加魔鬼的敌人的攻击或者受到新的特殊战争策略的挑战。 面对这些威胁,关羽应该密切关注敌方的行动,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并采取更加有效的战术和进来应对敌人的进攻。 由此可见,凡城之战虽然是一场战役的胜利,但也是关羽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的考验。 在这个过程中,关羽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气,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来,他同时也认识到自身的短板和不足,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关羽应该积极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路和策略策略,加强自己的军事智慧和能力,以迎接未来更加困难和复杂的战斗挑战。 等到关羽赶到隆中,向刘备说明自己的想法后,得到了刘备的支持,刘备也正好有个任务需要关羽来完成。 那就是攻打樊城,樊城位于后方,比较重要,如果攻下樊城,刘备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补给和物资。 于是,关羽领导大军攻打樊城,但是,樊城守军极为顽强,多次反击都被关羽化解。 关羽发现了敌人的阵型,命将士们沿山地悄悄转移,兵分两路,一路宴席樊城,一路以夹击之势摧毁东吴援军。 终于成功地攻下了樊城,此战中,关羽发挥了超水平的指挥和战斗能力,成功地攻破了敌军的重要据点,他的谋略和汉兵的无勇,让东吴军倍感压力,招架不住,最终让关羽成功地攻下了樊城,为蜀汉军队取得了宝贵的胜利。 整个樊城之战,关羽展现出了超凡的智慧与勇气,他不仅有着精湛的军事才能,还有着不同于其他将领的英雄气概,让人敬佩。 但是,关羽在后来的赤壁之战中丢掉了张飞,失去了大好的胜利机会,并且因为与曹操对抗,最终被逐出蜀汉,不得以北上,最终惨死于曹营,成为了历史传说中的一位英雄。 总之,樊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也是关羽的一次穴的教训。 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关羽那种魂飞天外,英勇无敌的精神,这就是他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原因。 关羽在樊城之战中的表现,不仅凸显了他超凡的能力,而且让人懂得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治理名言,凸显了一名将领在战争中推动组织战胜困难的重要性。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工作和生活中,也需要像关羽一样,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同时注重精神的力量,勇往直前地完成自己的目标,成为一名真正的英雄。